郭太太这个称呼怎么样 现在心情怎么样 还没有 因为现在在排气而已 因为香港有点不一样 她要申请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才会平准 大方传认已经递交了结婚申请书 熊戴玲看来心情很好 虽然曾经和郭富城苦练多年无果 但现在的郭可颂对她呵护被制 这次真的要当上郭太太 熊戴玲喜上眉梢 很上庆很上庆 我觉得两点就好了 熊戴玲对准夫婿赞不绝口 两人递交申请书之后 三个月内就将步入礼堂 而郭可颂是港新郭可颖的弟弟 两人也是经由姐姐介绍相识 当时熊戴玲刚与郭富城结束七年恋情 一度陷入低潮 郭可颂也刚离婚不久 两人又住在同一区域因此越走越近 而把前后两位郭先生比一比 今年39岁的郭可颂 是比50岁的郭富城年轻一截 虽然比不上郭天王 近80亿台币的身家 但郭可颂继承父亲的塑胶事业 名下拥有多家公司 港媒粗估身家约4亿台币 也是富上一枚 至于郭富城最近感情发展 似乎也很顺利 郭富城日前在香港开演唱会 小他23岁的网红女友方圆亮丽现身 还被媒体发现左手中指上 带着台币200多万的钻戒 是否和郭富城好事将近 也是娱乐圈关注的话题 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的时间只有喝茶